从昨天我做了胡人无需交易 本身已是争冠豪翔以后 今天又迎来一个好消息 球队签下了实力汉将丁维迪 这次一笔拥有决定意义的签约 原本的胡人虽然实力已是联盟顶级 可是球队依然缺乏主持支援 毕竟老瞻已经39了 更多的精力要放到季后赛 拉塞尔虽然攻传俱佳 可里夫斯本质上却和旧金山体系明珠类似 散攻而不散传 跟他一起搭档 浓眉都他妈成蓝领了 所以一旦拉塞尔和詹姆斯下场 胡人的进攻效率就会大受影响 迟迟丁维迪的到来 可也说是正好结了燃眉这几 孩子想他娘了 舅舅来了 瞌睡了 枕头到了 丁维迪和胡人简直是他们绝配 持军本赛季 场军可以送出6个助攻 而且失误数只有1.3个 助攻失误比比拉塞尔甚至更为优秀 作为对比 联盟第一薪水的体系明珠 场军只有4.8个助攻 却要陪上整整三个失误 由此可见 丁维迪在带动队友方面是何等的了得 不要看他本赛季的投篮效率比较低 可那是因为他处于一个混乱的体系 篮网队是典型的闸牌军 追究的王八乱挥爪 没有任何套路 丁维迪在这样的球队也是异性篮三 根本没有兴趣好好打球 可以但到了胡人简案一个成熟的冠军球队 他马上就会焕发心声 恢复自己的巅峰状态 都说哈姆爱摆三后卫 可是没有问题 丁维迪本身的身高有1米96 尺寸堪比登格 小李也是1米96 拉塞尔也有1米93 当真摆三后卫 打个浓眉詹姆斯 胡人的尺寸也是完全不速对手 詹纳丁三个发动机的组合 也是让人相当期待 所以现在紫金军团的阵容弹性 可以说是联盟顶级 这方面唯有快船尼克斯凯尔特人 堪与相比 胡人的真冠把握又高了一成 期待着今年戏决 上演亘亘古未见的洛杉矶得比 届时双瞻巅峰对决 并要留给NBA历史一段 永恒不朽的佳话 我们下期再见